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等下这个视频前面几分钟会说这个整个行情的一个新闻的一个趋势 以及再从这个各个新闻面去看整个市场的一个变化 等下还会说到比特币的一个行情的一个走势 还有以太坊的一个趋势的一个判断 一个预判 如果您也喜欢本视频 那么欢迎订阅能源的频道 那么还没点赞加关注的话 在下方点赞加关注 或者是下方留言一下 对冷眼的一个支持 那么我们先说一下今天的一个24小时的一个新闻面 就在刚才这次两个小时前 就是比特币出现了一波的一个有1.3万每比特币 转入这个COVID base价值4亿美金 那么转进去之后会不会出现一波的一个抛售的一个情况 可能如果跌破这个3万美金之后 可能这一波的一个比特币可能会在这个位置进行一波抛售 那么只时的一个空头的一个期权 一个期权的话有可能会被平掉 平掉 说说的话 如果比特币再次的去跌破这个3万美金的话 那么会引起很大的一个抛盘的一个情况 只时只刻只紧 那么会有更多的人参与这次的一个抛售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它会跌得更低 跌得更深 因为的话 现在的话 恐慌指数的话 是排在15 所以说还是比较低的 是属于一个直逐度恐慌的一种状态 如果再次跌个1,000多美金 跌破这个3万美金的话 会引起更大的一个恐慌 甚至会达到10% 8% 那么恐慌指数就会变成恐慌 那么就会引起非常大的一个抛盘 那么能也了解到 最近的一个挖矿的一个 由于大陆内地的一个 四川这边的一个挖矿 已经 搬受禁止令 已经搬到了一个哈瑟特 哈瑟特斯坦 还有这个美国 那美国最近的话 那么这边的算力是由之前的一个啊 4%多 那么转变成现在的16%左右的一个算力啊 所以说它在不断地地增的一个增长的一个情况啊 那么之前是在这个啊 新疆啊 等地啊挖矿的话 现在是搬到了 白俄罗斯这边 俄罗斯这边 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挖矿的一个基地啊 还有美国啊 洛藏这边的话也有一处地方是专门是挖矿的啊 那目前的话还是要高度关注啊这个 算力的一个转移的一个情况啊 那么算力啊 转移的一个情况的话 路数的会啊不断的进行一个转移啊 说说现在的话啊 行情一下子可能恢复不过来啊 就是 算力还没弄好啊 就是 之前的算力都是被 不断的去 削入了对不对 没有人进行挖矿啊 但是 不断的是新的矿场正在产生啊这个不必担心啊 但是短期来看的话还是巨大的一个利空啊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还有很多的一个机构啊 它是要考虑在3万以下才会 进行建仓啊 说说的话 可能还是要继续向下跌的 那么也有很多的一个消息说美国 我美国银行的话它是批准的部分 客户进行这个比特币的一个期货的一个交易的啊 这个信息啊是非常可靠的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最近的话比特币的一个交易量啊主要是 是由这个 泰达币啊 USDT啊 进行60%多的进行交易啊 所以说现在 这个稳定币的话也是在不断的去争夺这个主权啊 各个国家都是想 发行这个稳定币去稳 去占用整个市场的一个份额啊 所以说 未来可能是稳定币的一个 今年啊 2021年可能是一个稳定币啊 去夺取啊 夺权的时候啊 那么最近我们 USDC还有这个USDT可能是 目前比较大的啊 第二大就是USDC对不对 20多对26左右的一个水平啊 占整体的一个交易额 那么 USDT占用了50多到60多的一个啊 一个比重啊 那目前的话 它是不断的在被削弱的 所以说我认为啊 以后的话 这个USDC还可能会 占领啊 占据 第一的一个位置 因为这个 啊 第二个是 啊 美国这边的一个 金融机构啊 或者是 他专门去研究 就这一个稳定币出来弄出来给大家啊 去使用的啊 那么第一个就是一个大达币公司进行发行 就说两者完全是不一样的 那最近能也了解到啊 这个韩国的这个 有很多家的一个交易所啊 进行啊 下放的一个情况啊 啊 就是下限了很多的一个杀债币啊 超过200多种啊 这个韩国交易所 说说对市场啊 简直就是一大的一个利空的一个消息啊 啊 从整体的一个环境和因素来看的话啊 是非常悲观的啊 但是啊 我们要啊 啊 持续的去关注整个市场啊 是等待一波的一个好机会啊 去赚取这一波的一个利润啊 那么来看一下比特币的一个技术的一个分析吧 比特币啊 从4个小时级别 我们先从4个小时级别来看一下 比特币发生的什么变化啊 那么从4个小时级别来看的话 从这个布林带轨来看的话啊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他目前是在一个 4个小时布林带中下方的一个位置运行啊 之前想去试探了一个 3万2000多美金 3万2000美金的一个布林带中轨 但是被狠狠的一个 啊 出现了一个上影线啊 然后就出现一波的一个回调啊 到一个3万1600多美金啊 我们来看一下啊 他是否是一个良性的一个情况 目前的话他出现一个上影线 是说 上方的阻力是非常大的 在一个3万2000美金是非常大的一个阻力啊 我们去啊 去寻找一些啊 关键的一个位置啊 之前我们说到啊 他的一个 操作的一个空间啊 目前的话不是很大 比特币的话还是在这个压力之下啊 没有去试图去 打破这样的一个压力啊 没有去打破这样的一个压力啊 所以说 他有可能会继续的进行回调啊 没有打破这样的一个压力啊 仍然是在这个下行的一个通道当中啊 你看这个 这个三角的一个情况是 非常符合现在的一个行情啊 他是 不断的是走了这样的一个行情 走了一波的一个趋势啊 下跌的一个趋势啊 那么目前的话 仍然是在这个倒三角的里面啊 说说现在的话 下方的支撑是跑到比较低的位置啊 我觉得他还会继续向下跌啊 一旦是触放到上方的一个阻力啊 像是在一个啊 不能带 4个小时不能带的一个 上方的一个阻力也就是在一个 33000美金的位置有一个存在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阻力啊 所以说如果再继续反弹的话 他有可能会 跌的更深啊 如果他在这个位置 继续向下跌的话 他可能会跌的不是很多啊 所以说如果他反弹 继续向下跌的话 最怕是这种的一个情况 他就会导致整个市场 非常恐慌啊 那么他就会跌的更多啊 所以说我们要关注 关注他是否是反弹之后 反弹到4个小时不能带的一个上轨位置向下跌 还是到一个不能带中轨的位置直接向下跌啊 那么是要关关注的啊 那么从来从现在来看的话我仍然是觉得他会跌的更多啊 跌的更多啊 而且跌破这个3万美金的话 我觉得他 会跌的更多 跌到这个26000多美金的一个位置啊 他是有一个支撑啊 有一个支撑 那么我们从这个 盘面上来看的话啊 其实 他已经走了一波的一个啊 巨大的一个调整了 之前一个 不断的进行的一个向上冲刺啊 随后到达一个高峰 高峰之后啊 又快速的进行一个回调 之前这个位置已经抛售了 他低附了我们的这个 这个支撑了已经抛售了一个现货啊 对不对 但是在我们社群里面啊 那么现在的话这个位置啊 是否 已经 是跌到底部了呢 能也认为的话 这个底部仍旧是 还没有形成 还没有形成 他还要跌的更多啊 跌的更多 所以说还是比较危险的 这样现在一个行情啊 我不建议大家进行太多的一个抄底 之前我也是说到了啊 但是目前的话这个整体的一个 情况来看的话啊 它是 不太乐观的整个市场啊 我们去看整个市场它是不太乐观啊 不知道大家去 看整个市场 啊 就怎么看啊 反正我是看 短期来看的话 它是还会继续向下跌的 而且从这个 RSI来看的话 相对的一个趋势来看的话 它 还在43啊 没有跌到30以下 我觉得的话 现在抄底的话 还不是位置啊 它可能会跌破3万美金啊 才有可能出现一个抄底的一个信号 有一个短期的 一波的一个反弹 那么它现在的话是延续的这个波浪性的一个不断震荡反弹之后下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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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仍然认为它是三到 三个月啊 三四个月都是为止这种震荡的一个局面啊反弹之后下跌的一个情况啊 所以说啊 现在的话 至于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 定制的一个策略啊 就是 你是否能够在一个反弹一个高位进行做空啊 每次都能抓住呢 啊那是有机会的啊 啊 不断的去寻找一些主力啊 在主力的位置上方进行挂的一个空头啊 是有机会能够知道这波反弹之后做空的啊 啊 所以说我们去寻找这样的一个应对的一个策略啊 去寻找什么去寻找呢 就是在啊这个律师的现在这个主力这里去寻找一些主力去进行做空啊 但是啊 你不要说哈进去啊 你要保留一些啊 底库啊 什么叫做底库啊 就是 你不要把所有的仓位啊 都all in进去啊 那就是赌博啊 群赌博啊 没什么太大的一个价值啊 对不对 啊还有很多的一个博主书啊 啊 给你注册一个交易所啊 然后链接之后啊 进群之后啊 什么都没有啊 那你进这个群有什么意义吗 岂不是浪费时间 对不对 你进这个群啊 很多博主啊 最近我发现很多博主 这是给一个币安的一个交易的一个链接啊 之后进入之后啊 里面什么都没有啊 什么都没有说啊 然后叫别人白白浪费时间去交易啊 去换一个交易手 没什么价值啊 我觉得 这样的话 浪费别人的时间了 而且我看他的 整体 他做的一个 行为来看的话 我觉得就是一个小白的一个 一个思路啊 没有 没有做出那种很专业的一个情况啊 但是我能理解这种 这种视频的话 我能理解他做的不是很专业 一个情况 虽然他是从各个数据啊 各个 各个网站那里搬弄一些啊 什么叫长出来 直接是在那里念的一些情况 念完之后 他又开始说啊 哎呀这个行情怎么样 其实都没有说啊 说这个行情怎么样啊 我觉得是 浪费粉丝的一个时间了 我不建议大家去 去看这种 没有价值的东西 老是写这种独自一汤 没有太大的一个价值 没太大价值 既然在这个金融市场里面啊 来这里 既然就是为了赚钱了 为什么 去来这里 浪费时间 去浪费 浪费生命 对不对啊 我们做一些 啊 成年人的一些啊 具备的一些条件啊 去 做一些啊 能够盈利的一些东西啊 而不是去浪费时间啊 去浪费自己的交易时间啊 我们来看了出来啊 比特币的一个交易的一个 逻辑的话 目前的话 一定要均循 整个下跌的一个趋势 啊 因为的话 如果在下跌趋势当中的话 你去 做这个 多头的话 有可能是非常危险的 比如说 你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啊 对不对 我这是冷眼多次强调啊 在这个位置 你在这个位置做一些 做一些单子啊 我来看一下 比如说你在这个位置做一些 多头啊 在这个位置做一些多头 在这个位置做了一些多头啊 对不对 在这些位置做了一些多头 在一个三万五千美金啊 对不对 在一些 在这些位置做了一些多头 你以为他看了 涨了更多 像上次冲到四万这个位置 你在这个位置做了一个多头 啊你觉得盈利的几千点的一个空间呢 你要继续持有啊 对不对 然后他一路的进行向下跌啊 然后震荡之后又向下跌啊 对不对 你觉得这个位置又是一个抄底机会 然后你在这个位置又进场啊 然后他又跌下来又反弹啊 以为 以为他又在这个位置又进行反弹了 你又在这个位置抄底 对不对 又被套住了 然后又跌下来啊 对不对 你然后他跌下来之后又反弹了 你又在这个位置抄底 要被套住了对不对 所以说你不要去在下跌的趋势当中去做多啊 那么如果你做空的话 你是有机会解套的啊 比如说你之前你是在这个位置啊 即便你是在这样的低位置进行做空啊 在这个位置 已经没有啊 在这个位置三万五千多美金位置做空啊 对不对 他即便他反弹到四万美金啊 但是他又回调到回下回调下来 那你是不是可以解套 而且你看你只要你继续持有个更久 那么这一段你是不是能够吃到这一段的一个利用空间 对不对 说说你不要在下跌趋势当中进行做多 那么你永远是解不了套啊 而且是越套越多啊 如果你在下跌趋势当中做空的话 那么你就顺利这个市场 你是有机会能够解套 即便你开错了单子也有机会能够解套 这是一些交易的一些心得啊 我希望你去体会啊 去 去学习这样的一个思路啊 不去 去加一些没有什么价值的一个社群呢 没有太大意思啊 还不如去 观看一些啊 去学习一下啊 去 找位 去 一些投行呢 也去找一些机构 去 买入一些基金呢 我觉得还要赚的更多啊 说说不要去 啊 盲目去浪费时间啊 而且去 折腾 折腾讯 没有什么太大一个价值啊 这是冷眼所说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以太坊的一个情况吧 反正比特币的话还是会延续继续下跌的一个趋势啊 短期之内 只要他没有突破我们的一个 上方的一个阻力 他是永久 是会继续向下跌的啊 我来看一下以太坊的一个情况啊 以太坊的一个情况 我们把一些 指标给去掉 以太坊的话 从4个小时级别来看的话 他是永远是 不断的是在一个布袋下 中下方的位置运行啊 我们可以看到他就 从MCD来看的话 这个量能啊 他是一直是维持这个MCD的零轴日下啊 并没有进行穿刺 而且这个RSI的话 属于一个中等水平39啊 昨天是 一个45的一个水平 那么现在的话39 如果跌到30以下的话 是可以抄底 有一波反弹 现在的话还没到那个位置啊 说说的话 耐心的去挡带啊 耐心挡带 还不是一个抄底的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一个啊 整体的一个 那目前的话 他是在一个主力的一个附近啊 一个4个小时级别的一个情况 就寻找一些 交易的一个机会啊 那么他 那下方的是 1750美金左右 是有个支撑啊 是有支撑 如果他这个位置跌到了 1750美金左右 如果出现了这个 RSI出现了在30以下的话 那么是可以抄底的啊 1750美金以下啊 然后出现这个 啊具体的一个 RSI的一个30以下 那么是可以抄底啊 你去按照这样的信号去买入 是没有太大的一个问题啊 你要 不是你一下到 下到1750美金你就可以买入 不是这样子的 就是你要看着特定的指标啊 比如说他是出现 在这个位置之前 这个位置是 他出现30以下 然后再要买入 那么你这一段是不是可以 赚到这一波这个情况 从那个赚了100多美金 对不对 在这个位置 所以现在的话 4个小时级别 还是要等待啊 我们从一天之内线可以看出来 一天之内线的话 他是处于38 所以说未来几天的话 过几天他会 形成一个新的一个底部 会有一波反弹 会有一波反弹 但是反弹力度啊 可能不是很大啊 但是他会反弹 不会延续的一直下跌的 我们等待他跌到30以下 可以抄一波底 然后反弹之后 把这个 现货或者是合约也好 把它抛售掉 那么你就赚取其中的一些利用空间啊 这是非常简单的 最简单的一个操作啊 如果你是新手的话啊 你不建议你去现在去去操作啊 因为的话现在这个这个位置 还是比较危险了 在一个4个小时 一天之内的一个 不耐的一个 下方的一个位置啊 而且在这个 零轴之下啊 这是川普零轴 出现一个死差的一个情况啊 出现一个零轴的一个死差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的话 他有可能会继续现在跌的啊 所以说还是比较危险啊 那么整体的一个思路大概是这样子啊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疑问或者是 有兴趣啊 或者是 有一些 比较好的一个交易的一个策略啊 欢迎在下方评论留言或者是发在我们的社群里面 如果你在社群里面的话 好 我们今天啊 内容先说到这里啊 如果粉丝啊 达到2万以上的话 我会开设一个社群 给大家进行 进来学习 交流啊 好我们今天的内容啊 先说到这里 我们 上期见 拜拜 拜拜